注意看,这条开着警车的狗狗正忙着拯救世界,获得里拉里一对精心选拔的赶死狗,准备要大干一场 他们的目标就是眼前这个老王,他不但是狗狗的杀主仇人,而且还企图用大力奇迹要酒控制世界 狗狗绝不能让老贼奸计得逞,于是他二话不说,直接冲断栏杆 很快,赶死狗就赶到新闻发布会现场,他们先是追得保安四处逃窜,然后又快速清场 只要是不相关的人群一律滚蛋,有不配合者直接放倒,赶反抗者直接痛扁 眼看情势不对,保镖赶紧把老王护在身前,急忙撤离 狗狗见状,迅速起身追赶,很快,老王被护送至天台 但他却突然暴怒,呵斥保镖,说自己有神功,干嘛要跑 保镖一听,回怼老王,你有神功,那你先别我试试,话音未落 肛门迅速打开,直接送走保镖,莫非老王会隔空打击? 不,开门的是狗狗,他摆起架势,要与老王决斗,老王喝了不少大力奇迹要酒 也想试试自己功力,欣然接受挑战 他们突然凌空而起,快速冲向对方,紧接着一人一狗,四目相对 双方开始比拼内力,看这情况,他们实力相当,短期内难以分胜负 就在这时,狗狗灵机一动,大舌头朝着老王脸上啪啪乱舔 老王恶心的立马分了心,狗狗趁势,使出一招老狗倒立 后腿非常有节奏的,开始在老王脸上不断拍打 老王瞬间就被踹的忘了自己姓傻 最后,狗狗腾空而起,自由转体三周半,紧接一招神狗甩尾,直接KO老王 最终,二愣沾了狗狗的光,被派出所授予年度最拉轰警员 但此时的二愣,还有一个心结未解 于是,他邀请所长到家里参加派对 而此时的狗狗,正在家里唱着卡的OK 所长瞬间就愣了,二愣终于向所长证明,自己没病 因为这狗,真的会说话